迷你症有个非常出名的精神病院 据说病人的康复率高到90% 一天,院长林千树为了看下患者的恢复程度 便想了一个办法来测测他们 林千树让人知道了个打不开的门 然后对患者们说 你们今天谁要把这门打开 那就证明你康复了 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林千树刚说完 几个患者就蜂拥而至 把门堵得水泄不通 可没有一个人发现 这是个打不开的门 林千树看到这场景 觉得失望透了 刚要走时 他看到有个患者坐在凳子上 看着他们 林千树上前问道 这位患者 你为何不跟他们一起去开门啊 患者说道 你以为我傻门 他们这样是开不了门的 就在林千树 以为终于有个康复的患者时 还没来得及庆祝 患者又说 大哥,你来 我跟你说啊 我这口袋里 有门的钥匙 我等他们不挤了 我再上去开门 林千树听完 无语地对护士说 给他加大药剂吧 大药剂 对 drainage 大药剂